从今天也就是12月1号开始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能够在处理黑客或者网络案件的时候 合法地黑进美国人民或者公司的电脑系统 不过美国的参议员誓言要推翻这项做法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 来为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 耀义您好 厅您好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联邦调查局的这项新的做法 会对美国人民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 是 在今天如果大家有上这个推特网站上 就会看到很多这个hashtag叫Ruar41 也就是这个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提出的 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当中的第41条 那引起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争议 那这个争议在哪里呢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这个是从这个司法 美国司法部提出的 在去年受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批准 认为说呢从此之后 从今天12月1号开始呢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就可以合法地黑进 这个一个受害者的电脑或是网络 举例来说呢如果今天有一个公司 他的电脑系统受到了所谓的僵尸网络 Budnet的攻击 那么为了调查办案呢 FBI就可以合法地黑进这个公司 所有的电脑网络跟他的遗器 那么我们知道说一个电脑系统 可能是分散在很大的地方 很不同的地区 那在原本的法律之下呢 今天这个FBI必须要向每一个司法管辖的地区的法院 都取得搜索令才能够去扣押或者黑进这些电脑 里面来做搜索 当然在今天12月1号之后呢 因为这个如果FORI ONE的生效 导致了这个 他们只要向一个法官申请到了搜索令 就可以向全部的电脑或者是智能手机 来做这个黑他们的动作 那这可能包括了好几百台的 好几百万的这个手机或者是电脑 那么虽然FBI的规定是说 他们必须要尽所谓合理的努力 不过呢批评人士 还有这个所谓网络自由的人士也担心 这其实是一个很薄弱的要求 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来保护到人民的自由 那我们看到是说 今天不管是说谷歌这样的科技公司 或者是一些批评人士 担心网络自由都说 第一个可能限制到人民的自由 会危害到人民的自由 第二个呢 你可能在黑进去的当中 你可能损坏到了 你的这些受害者的一些的文件 或者是他们的资料 给他们造成恶毒的伤害 所以他们认为这必不可取 那么美国国会对此 会做出怎样的回应 是 我们知道美国国会里面 有一个这个民主党的参议员 是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议员 叫做罗恩维登 那么这位议员呢 他在多年来一直都是很捍卫 也很关注所谓的互料自由权 跟这个所谓的civil liberty的 那么他在 原本还在11月的时候 他也肯定跟我们讲过说 他说现在有个案子 就是这个rule 41 正在这个国会当中审理 他一定要把它挡下来 结果还是没有挡下来 那么其实在昨天呢 这个维登参议员 以及个德拉瓦州 德拉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 叫做克里斯 孔斯 还有蒙大拿州的 共和党参议员 史蒂夫 丹恩斯呢 都试图挡下这个法案 但是并没有成功 不过呢 就像我刚刚讲的 这个维登参议员 之前曾经讲过 他认为这个 为什么不应该过 而且获联网自由的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 参议员他怎么说的 这报告当中提到的 加强保密措施的问题 我认为是直接切入了重心 有关于我们如何确保安全 自由以及商业 这三方面 我们一旦犯错 减弱了保密措施 我们将会大幅失去 这三个方面 允许联邦调查局 以国家安全的名义 不需经过司法监督 就获得在美国境内的人的 网站浏览记录 我告诉其他国会议员 如果你认为 医疗记录外泄很严重 等到美国人民 发现他们最私密的网站浏览记录 可以不经过法院监督 就被取走 是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这是维登参议员 他认为说 FBI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因为保护人民的公民自由 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在我采访过当中 也遇到过一些 所谓的联邦探员 他们同样也有这样的抱怨 认为说 因为现在的法令已经过时了 当时这些法令 在制定的时候 并没有像互联网 并没有像智能手机 这些的科技 那么现在他们要办案 非常的困难 例如说今天一个黑客 或者是一个 一个泄密案的话 可能涉及到 甚至是跨国际的 电脑的犯罪 因此他们需要 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方式 能够来办这些案件 那么参议也希望说 在法律上 也能做更多的更新 所以我相信 会有更多的挑战 确实如何在这个 自由和安全之间实现平衡 总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好的 谢谢耀逸 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大家